我們在青城白河找到一家平價蠻高的店 叫做Miyaku 這家店在1924年就開一張樓 然後是以賣歌篷椅還有小料理為主的日本料理店 這家店總共有三層樓 然後210個左右 算是一家非常寬敲很大的店面 那這家店很多就是單點跟餐點可以選擇 那其中最推薦的就是它的身穿褲蠻高 這什麼叫做青城白河必吃的身穿褲褲褲 那我們吃吃看它的褲褲吧 這道它吃起來就是非常的清淡 但是呢就是它的酸菜啊 蛤蟆跟它豆皮的味道都有入味 這個是炸的穴子天婦羅 還有一點蘿蔔泥 這羽牙吃起來蠻清淡的 一點都不會油膩 然後我覺得它的炸的皮非常的酥脆 這道就是烤雞沙拉啦 這裡面真是營養滿點的 你看有烤雞啊 洋蔥啊 然後蘿勒 還有甜椒 這沙拉很清淡 可以燒酥菜的新鮮原味 接下來我們來試吃它的茶碗蒸 它這個茶碗蒸啊也是蠻清淡 可是你可以吃到它那個高湯的味道 然後我剛剛入口啊 除了吃到蝦子之外啊 它有一個柚子 所以它有一點清香 然後又微微的苦的味道 這是我們的炸和蝦 超脆的這個聲音 它炸很脆 整個連那個頭還有殼都可以吃 蠻新鮮的 以上就是這次介紹的清晨白和蜜蜜 我是文 博博 大家再見 掰掰 掰掰